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 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 我和你分享暖暖的光线 再靠近一点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好西发 我身后这个一米一的鱼缸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条鱼了 福岩和大猫是不用说的 这个鱼缸本来就是为它两个做的 后面又把黑鱼给牵了过来 结果前几天买的雪鹦鹉 本来是和雷龙鱼昏养的 最后还是出现了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 它咬银龙鱼 没办法 还是把雪鹦鹉给移到这个缸里面来了 然后评论区一直有很多粉丝朋友 推荐我再去买一条雷龙鱼 然后前几天我在刷网站的时候 我发现有另外一种雷龙鱼 白甲雷龙 就是白化雷龙 说白了是不是 看起来蛮好看 所以我就下单买了一条 那么今天的这个白甲雷龙到货了 但是我担心啊 它又在路上凉凉 所以呢 我就提前把这个箱子给打开了 看了一下 鱼是活的 但是我真的气不打一处来 你们知道吧 卖家的图片是这样的 我买到的雷龙是这样的 而且我买的雷龙鱼是21到25公分 它给我发的雷龙 我粗略地凉了一下 最多16公分 你说气不气人 本来呢 我是打算把这条鱼给退回去的 但是考虑到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我把这条鱼退回去 那这条鱼在路上凉的可能非常大 还有就是 你们一直在催着我开雷龙 开雷龙 我感觉你们可能有点等不及了 所以呢 我决定就把这条雷龙给留下来了 现在呢 我就给它过水入缸 看看它入缸以后 会不会好一点 先把它过个水再说 带你们看看福岳长了多少 你们现在再来看这条福岳大不大 绝对比在小缸里的时候大出来很多 它主要是粗了很多 你们知道吧 特别特别粗 比之前粗太多了 之前都细细的 还有这个血鹦鹉 这个血鹦鹉到这个缸里面以后 我就奇怪了 福岳不咬它 大猫不咬它 黑鱼也不咬它 啊它呢 没事 咬福岳一口 咬大猫一口 或者咬黑鱼一口 搞笑吧 哦大猫 大猫这两天状态说实话还可以了 就是还是比较容易趴缸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最起码呢 它进食了 胆呢 还是一样的小 我只要稍微翘翘鱼缸 它就趴在那里动都不敢动 它有的时候在油的情况下 只要一点动紧 它立马就趴在这里 动也不动 黑鱼近段时间养的还不错 我发现啊 颜色没有以前 颜色深了 养白了都 下面呢 就先把这个 所谓的白甲雷龙 过完水树刚鲜 看看到底是什么效果吧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我什么 就能在那看漫画 兄弟们 咱先不说这条白甲雷龙好不好看吧 品项好不好吧 我感觉它放在这个缸里不行啊 咦 你看这雪鹦鹉 就追着小雷龙跑 符合又来了 符合每次都是 慢慢的靠近这个小雷龙 然后它那个嘴慢慢的咛开 要不是我在这里坐着的话 我想小雷龙已经被符合咬住了 这样肯定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给这个小雷龙挪出去 又来了 我去 要不然的话 我估计它可能都见不到 明天早上的太阳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再见 希望下次见到这个小雷龙的时候 它还是活着的